現在來跟大家講解 當我們下班的時候的操作 首先要實際的打開 然後蓋子掀開來以後 這旁邊呢 可以從這邊做掀開的動作 那這個粉盒 我們第一個先卸下來 首先把這個嘴 轉180度 收起 然後把這個嘴 然後由裡推往上 因為這邊我們有扣子 會扣住這個粉盒 避免它的移動 往裡推往上以後 再往外抽出來 為什麼講往外呢 因為我們這邊這裡有個洞 是這個轉軸的位置 所以當你往裡推往上 再往外抽出來 然後粉盒放到我們先前 準備好的這個夾鏈袋中 這樣子就可以了 第二個步驟 我們就是把我們 水箱的水 裡面還有的情形之下 先把面板關起來 按熱水鍵 這個做法 是要把這個漏斗裡的 奶 讓它透過熱水的沖起 將管子當中 殘留的奶 沖出來在外面 那這樣子沖好了以後 裡面呢就是乾淨的 這是第二個步驟 第三個步驟 我們把前面這個 有膠囊的拉槽 然後讓它 讓膠囊退下去 然後我們可以準備 一個乾淨的水 稍微清潔一下這個膠囊 做也可以伸進去 稍微刷一下 再刮過去 然後我們可以按 這個 讓熱水去沖洗這個操作 做一點消毒 或是殺菌 這樣的一個作用 水會亂流是因為沒有放膠囊 水沒有方向 這樣子是正常的 不用擔心 那當熱水清潔過我們放膠囊的操作 乾淨的情況之下 也可以避免油脂的殘留 好 第四個步驟呢 我們把這個抽屜往外拉 往外拉 那膠囊 我們可以把它放到猛鬼獸的地方 那下面呢 是我們洩壓的水 那這是正常的 所以就是把它做一個 倒掉以後 在水龍頭下都可以做清潔 第五個 第五個 就是把水沙的水 清潔掉 由下往上拉 好 這樣子 看是要浇花還是拿來洗杯子都可以 因為我們這裡面的水都是乾淨的 好 再來我們把蓋子關起來 然後我們的電源呢 做關閉 在右後方 做一個關的動作 好 關 這樣就可以下班囉 有了